各位好我是地产快吃到陈正龙 今天我和大家分享一下 投资活动房社区的好处 那简单跟大家科普一下活动房社区到底是什么 活动房社区呢是 你买的是一块地然后这个地下面他有这个公共设施已经建好了比如说下水道啊 水管都已经有了 那 一个比如说这个租客呢他自己有他自己的房子 他的房子就停在你这个地上比如你这块地 割成了50个单位50个空间 他就把他的房子放在上面然后呢他每个月付你地租 这就是活动房社区 那还是一样节目开始前希望你订阅我的频道点赞我的视频然后可以留言 那第一个投资活动房社区的好处是 每个单位的价格相对比较低 如果你现在去买任何一个不管是公益还是房子可能最少也得10万块钱是吧 那你投资活动房社区的话每个单位的话可能 你现在还可以买到一个单位平均价格可能2到5万块钱 就是根据你 在哪里买如果你离城市越大的地方你可能价格更高你城市更远的地方可能价格更低 然后第2个好处就是说 你的维护成本非常低 因为我们刚说到了这个房子呢是这个租客的 你只是有 拥有这块地 那所以如果他的房子里面任何东西坏了马桶坏了水管坏了跟你没关系是吧租客他自己去修 因为那是他自己的房子你只需要维护好这个公共的这个设施就可以了 那在你的这个维护成本就大幅度降低 而且你也不用钱那么多人是吧 如果你想设想如果你拥有一个100个单位的公寓 群公寓群 你每天打电话你要修理的这个工作量多大 但如果你同样你有没有公寓群你有100个单位的活动房社区你不用修理的人 可能你只要一个就可以了你只要修这些基础设施就可以了 那房子坏了跟你没关系你不用管 那还有一个好事就是风险低为什么呢 比如说如果你同样你花10万块钱你去买一个房子如果这个房子租客走了那你就完全没有租金了 那活动房社区比如说如果你买了一个小的活动房社区也花了10万块钱然后上面有5个单位 如果其中一个单位走了租客走了那你还有另外4个单位给你租金是吧所以这个风险就小多了 还有一个他的这个需求很大因为美国这个 退休的人群也是越来越多 那一般在美国如果是工薪阶层他如果退休他就安拿这个政府的养老金 其实很少可能 依据看他住什么地方少了可能才七八百 五六百六七百多的也就1000多一点 那如果他如果这个退休人士如果他完全靠 其实美国有很多退休人士都是完全靠这个政府的退休金 社安的社安基金社安号的这个退休基金来过来生活的 如果他去租一个公寓可能要七万块钱 七百块钱一个月 那如果他一个月就赚1000就1000块钱退休金 那他可以花的钱剩下的钱只剩300块钱了 那同样的他如果不住在公寓他如果住在一个活动房社区 打比方说如果他一个月租金付500块钱 那他现在突然就多了200块钱 他可以花了 所以这个活动房社区是需求很大的 很多这种退休人士或者是蓝领工人 他们都需要这种就是低廉的这个租房的这个服务 那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这个 这个租客搬出去的居力很低 为什么因为 我们说了大部分活动房社区活动房是他自己的 他如果要搬这个活动房的话是很贵的在美国如果你要搬一个活动房 一般的这个费用是最少3到5000块钱3000可能搞不定最少5000块钱 那一般的人他是没有这个美国这个工薪节省 就是退休人或者是蓝领阶层有些人 他他都没有5000块钱去搬这个房子的 所以一般他如果住进来 只要 情况不是太糟糕 租金不是太高 他一般是不会搬走的 然后还有一个好事就是说 竞争相对少一点 因为这个活动房社区的大部分都是 这种 他们叫英文叫mom and pop 就是不是这种大财团在这个 区域里面在投资 都是一些 mom and pop 就是 小家庭 可能一对夫妇 他们就拥有一个活动房社区 所以相对 但是近期的因为这个活动房社区 更多人知道了 所以相对投资人也更多了一些 但是相对别的投资 物业总流来说 竞争相对还是低一点 OK 那非常感谢大家今天观看我的视频 今天就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活动房社区投资的好处 的优点 那还是这样 谢谢你观看 订阅我的视频 订阅我的频道 点赞我的视频 然后按一下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聊 谢谢